平常也會聽別人聊聊他的思考方式 下班之後做什麼之類 說不定哪天就可以合作之類 Yeah 嗯 我通常是屬於觀察者 就是我看到一個我很 我很喜歡的人才 我覺得他這個地方 但是我觀察的時候 我觀察期會比較久 起碼是半年甚至到三年都有 那 因為時間一長的時候 你才知道說 他真正怎麼樣去升級自己 升級自己的幅度 然後以及他產出的狀態是什麼 然後他對自己探索自己的想法 三年了 你就會比較看清楚他 他產出的作品 他產出的 工作的狀態可能會比較清楚 那接下來呢在這過程中我應該會 借我自己的公司想出一個 你當作叫做燒錢也好 浪費錢也好 或者是有趣的事情 然後就邀請 我認為是很棒的人才 來做一個合作 來做一個結盟 那這樣的話 我在真正合作 就是真正合作就是商業合作 就是不可以出錯的 在那之前我會等於是拿自己的錢 燒掉他 但是我去真正的去了解一個人 藉由一個非常小規模的合作 就算失敗了沒有關係 自己的錢 但是不是會燒到某個客戶 或者是讓一個大案子會有風險存在的 要不然你突然認識對方聊 你喜歡對方的各種的部分 然後突然說要合作 他願意合作是一個 但第二個事情是 你不知道真正合作起來是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本身就是風險 所以通常我會在 大合作之前 我會有幾個小小的合作 先去測試一下說 溝通的頻率是怎麼樣 會不會主動回報 然後在溝通的東西的時候 他會不會習慣問問題 問好的問題 等等等等 這個是我自己在 找人合作的時候的一些 一些框架跟方法